共和党纽约市长候选人罗德今天下午拜访了华部的中华公所 并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罗德也借此机会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 中华公所主要负责人与罗德共同出席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罗德也借此机会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我请到HNBA again to talk about my vision for New York most importantly about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ere in Chinatown as well as in Flushing, Queens, as well as in Brooklyn and Sunset Park it's a growing dynamic part of the New York culture and one of the things I've always loved about New York is its diversity we are losing and as a tipping point of losing our middle class in this city 总体来讲 罗德的策略依重于减少小商业税收和罚款 以促进就业增长 他表示为支持商业发展 他将减少公司税 逐步取消商铺租用税 改革未注册营业税 并降低酒店税收等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罗德与其竞选团队 正式公布了官方中文名称 罗德 并在纪念山上签名 与其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白思豪 近期减少曝光率不同的是 罗德这段时间加大了竞选活动的力度和步伐 频频在各大社区之间穿梭造势 上星期四 他还获得法拉盛地区拉丁裔社区的背熟支持 华尼电视记者马超群 纽约采访报道 纽约市作为本届世界大会的举办地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市区协会代表会集于此 华部商业感激区今天邀请了各方的嘉宾来到华部 为华部未来的社区建设出谋划策 而在结束了午餐及现场的讲座之后 华部商业感激区的总监陈作周先生 还带领大家参观了中国城 每六年举办一届的世界大会 今年的举办地是纽约 华部商业感激区得知此消息之后 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建筑家 今天在华部一起共进午餐 之后又进行了简短的座谈 陈作周首先介绍了纽约地理和自然环境 他表示 现在大多数游客选择步行纽约旅游史 往往会选择在百老汇大街一路向北走 去年就有75%的游客因为这一条线路的关系错过了中国城 中国城东边方向的地铁站不多 再加上没有地标性建筑物 所以游客很容易忽视这里 夏冬城今后应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需要在场建筑师们的帮助 让华部周围有更多的标志性建筑物 可以让游客流连忘返 到现在为止各位专家已经在华部初选了六个地点 可以进行过街天桥以及标志性小型建筑物的设计 他们不仅造型奇特更富有实用价值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中国城就致力于在中国城内建造 有中国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但是至今仍未能成形 陈佐周表示 希望这群优秀的建筑家和下一届纽约新政府 可以帮大家实现愿望 之后他带领大家参观并介绍了中国城 华外电视记者赵璐纽约采访报道 纽约华人社区继上周发生布鲁克林五岁女童被撞身亡的时候 昨晚法拉盛又有年仅三岁的女童在过街时被车撞死 法拉盛街头守望护驻队的负责人表示 令人心碎的交通惨剧提醒社区 整顿交通秩序 遵守安全规则已经刻不容缓 他并且呼吁社区民众加入交通义工的行列 共同维护社区安全 十天前布鲁克林五岁女孩赵乐儀 不幸在马路交通事故死亡 很不幸 昨天我们又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三岁 在我们弗拉盛的这个闹区 这个又发生惨绝人员的这个交通事故 长期来我们这个社区民众已经养成 只要没有车就过马路 只要人多了就一起过马路 这种不良的习惯客观上容易造成多种事故 当然还有这个驾车者 在这个繁忙的街道 一定要减速一定要慢行 所以呼吁广大的市民 只要您有空来做志工志愿者 我们这边有制服 我们有交通督导铁上这个红臂章 然后配上哨子 然后在繁忙的街道 陪着这个年纪大的长站着小孩一起过马路 然后给闯红灯的不遵守规矩的人 派发安全注意事项 民众们大家要踊跃地出来参与这个事情 在你休假的时候 哪怕几个小时 哪怕半天 呼吁民众 大家踊跃地来做这个马路的交通的督导员 在此再为这两位可爱的小女孩为他们默爱 我们不要让这个悲剧再重演 不断地在我们的社区发生 我们要把这种产劫人员的现象杜绝 而此外法拉盛选区市议员顾雅明今天发表声明 对年幼女童廖爱立胜不幸在车祸中遇难 向她的家人致上最真诚的哀悼之意 声明指出社区失去如此年幼的一个生命是令人心碎的事 希望了解他们的需要并愿意提供帮助 再来看一则跟就业相关的消息 为了向华裔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市议员陈倩文将联合中华公所 纽约小商业服务局 纽约市经济发展局 华人策划会 人力中心等机构 于10月26号举行求职招聘会 据陈倩文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这次招聘会由纽约市议会少数族裔委员会统筹 地点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百松高中 考虑到很多华人因招聘时 准备不充分 陈倩文办公室 特此在招聘会开始之前 举办一场求职模拟面试讲座 帮助华裔民众获取更好的工作职位 时间为10月8号星期二上午10点至12点 地点为华部物街的中华公所 华语电视记者马超群 纽约采访报道 对英语一窍不通 仅凭着一部手机上的GPS 来自中国青岛的出租车司机李家伟 自去年6月16号开始 独自骑着自行车从青岛出发 从中俄边境出境至今 李家伟用了18个月的时间 骑单车旅途行程约2万公里 骑变了除英国以外的全球所有奥运城市 而日前抵达纽约 李家伟与7号在法拉盛和纽约的华文媒体记者见面 讲述了他带有传奇色彩的全球骑行经历 在纽约体育评论员彭广阳 与节目主持人葛成的介绍之下 自去年6月16号 独自骑着自行车 骑骗欧洲、北美洲所有奥运城市的 青岛出租车司机李家伟 7号在法拉盛和纽约华文媒体见面 讲述自己的精彩全球骑行过程 据介绍 李家伟早年坐过公交车司机 后来自己买车 当起了出租车的迪哥 平时爱好就是骑自行车和动用 李家伟说 他在20多岁的时候 看到了外国人来青岛骑行 就名声了骑车到国外旅行的梦想 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 他开始准备自己的全球奥运之旅 经过多方准备与咨询 终于在2012年的6月16号成行 除了自行车与服装 由厂商赞助之外 其余所有花费都是自费 李家伟指出 车上的包裹除了帐篷 药品衣物之外 就是相机和修理自行车的工具 对英语一窍不通 凭着一部手机上的GPS 自去年6月独自骑着自行车 从青岛出发 从中俄边境出境 用了18个月的时间 行程约2万公里 骑骗了除了英国之外的 24国家的奥运城市 他向记者展示了 他在全球奥运城市 以及比赛馆场所盖的印章旗 并表示要将正面棋赠送给国际奥委会 李家伟说 一路起来也并不是这么平顺 在意大利曾遭遇持枪劫匪尾随 而在阿尔卑斯山上遇到欧洲 当时第一场特大暴风雪 而在美国也曾被重型卡车 撞飞受轻伤 信无大碍 他也感谢一路行来许多不认识的民众 热心帮助 让他顺利地完成行程 结束北美洲之行的李家伟 也将在纽约再度尝试 申请英国入境签证 希望完成此行的计划 他也鼓励所有梦想的人 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创报道 下面来看一则男家方面的消息 庆祝中华民国102年双十国庆酒会 在环球影城谢尔顿酒店举行 当晚一千多人参加可谓嘉宾云集 这也是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新任处长令狐荣达上任以后 第一次主持的大型晚会 获得侨胞主流人士 以及民选官员的热烈欢迎 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庆祝 中华民国102年的国庆 我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兴奋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 像这个华府的升旗典礼 还有盟室的升旗典礼 还有国庆晚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热忱的参与 我相信我们侨胞其实就是 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 推动双边关机最好的这个推手 因为他们的不管是经济贸易文化 各方面的这个关系人脉都非常的强 那所以我们也很感谢 所有广大的侨胞 这个社团跟我们一起合作 参加酒会的政要有 加州政议员Cord Hackman 周本利 还有核桃市议员苏王秀兰 秦政国 圣玛丽诺市议员孙国泰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柔斯密市市长劳朱嘉怡 以及华部中华会馆主席马国威等人 我们很荣幸的来参加中华会馆 102年 那么我就组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晚会在武师 三军一对的热闹场面中拉开了序幕 主舞台悬挂着巨幅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加上巨型的102字样冰雕 以及吸引众人目光的国旗蛋糕 让场面更加热闹 我仅代表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 在这里为我们国家祝福 希望国运苍隆 风调雨顺 百姓欢喜快乐 庆祝中华民国102年 生日快乐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令胡荣达说 很高兴看到桥界社团领袖 主流政要以及民选官员 都来参加中华民国的生日酒会 这也代表中华民国的成就获得肯定 尤其最近在经贸上的傲人成就 以及台海两岸的良性互动 中美双方的关系正面发展 再再都象征国运昌隆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